一个大哥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 用他的彩礼钱买了这个300公斤的翡翠大圆石 他说如果切斩了 连那个风韵游存的丈母娘也一并给娶了 切垮了大不了把家里那头老母猪 当媳妇一样宠她一辈子 人嘛 这辈子总要做那么一两件 连自己也觉得疯狂的事情 但该说不说 这哥们疯狂起来还真是有点疯狂啊 大哥说在直播间里面抠了好多次6688 都不怎么零业 签一个垮一个 所以这次特意把家里的两只皇家绿小鸟 给请到了现场来观摩 顺便找到万柴问了他一句 今天的日子到底忘不忘 万柴没有甩他 只是在地上打了两个滚 也不知道到底是啥意思 大哥也很无奈 毕竟他不懂斗鱼 只能静下心来 在开窃前仔细地研究一下 这块300公斤的翡翠大圆石 这块圆石全身有铁锈皮表现 具体哪个敞口我也看不懂 压灯上去也是看了个寂寞 啥表现都没有 有没有看得懂的老哥 欢迎大家一起来评论区里面 嘀嘀赖赖 大哥觉得再看下去也毫无意义 不如一刀直接尬了他 立马见真小 快看 命运的齿人已经开始转动 在小小的石头里面切呀切呀切 切得好就带姑娘慢慢去逛街 此时这个300公斤的翡翠大圆石 正在有条不紊的切着 咱们家的大水巨也在哼着小曲唱着歌 努力加班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加上村口情报中心的宣传 越来越多的翡翠虫行 以及翡翠爱好者文讯而来 现场观摩 都想一睹他的卢山真面目 不知道能不能切出冰种 还是能切出一个大圆种 这个圆石的硬度很高 我们从下午的时候 一直切到现在晚上7点多钟 还在进行中 切得越久 说明它里面越容易有好东西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此时我们大哥嘴角上扬 开心的像个300斤的孩子 环天不复有心人 终于在晚上10点钟左右的样子 我们听见清脆的一声 说明已经切好 不容易啊 不容易 诸乎9个多小时的等待 就为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就像我辛辛苦苦追了女生三年 就为了那三秒钟的快乐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看结果 哦 对了 不管是涨还是快 谢谢你 我得了 老人家 来 吃给你 你说对我 咱冷明 我们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 摇赏快乐 我只是想要 我不是说 你 陈架 出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